说到老二的逆袭 我们来看小米的逆袭 小米的金山办公上了科创办 雷军说我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了 现在在中国市战率第一名的当然是华为 但小米雄心未解 华为又再度拿到了续命保命符 可以再延90天 我们昨天也谈到 昨天晚上12点是华为的关键时刻 能不能拿到保命符 能不能再续命 果然拿到了再续命90天 不过我们先来讲小米 小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对 雷军说我等了二十年 因为雷军的公司像小米 手机的部分金山的软件 都是在香港去挂牌 那挂牌之后表现得怎么样 小米表现得并不好 去年挂牌港币是22块 跌到现在8块多 跌了六成 最主要是说 人家华为那么厉害 一三容不下二福 所以小米我们也讲过了 上一季的手机在中国 衰退了三成 所以你看小米 我们看成月线 它挂牌之后就一路的跌 所以雷军就很不准 金山软件也是表现不好 对 金山软件也表现不好 但是11月18号 这个金山办公 这个就是小米的一个软体的作业系统 在科创版挂牌 一挂牌第一天最高涨200% 收盘的时候是126块的人民币 市值是582亿的人民币 这个582亿的市值比他母公司 就刚才我们看的 在香港挂牌那个小米多了两倍 这个雷军当然很风光 那今天第二天我秒一下 是136块的人民币 继续涨了7% 表现很厉害 那你知道吗 这个金山办公 它的本益比多少 不要听错 200倍 200倍 所以雷军当然要选择 这个科创版去挂牌 所以雷军这一次金山办公的挂牌 可以说是一土怨气 因为过去不管是它的小米挂牌 还是金山软件的挂牌 表现都不尽如理想 终于让他看到 本益比200倍的金山办公了 所以现在说的大声 最高兴应该是他自己 你知道金山办公 雷军就持有25%的股钱 一天 它的身价就增加150亿的人民币 它身价现在变成了800亿 当然他非常的高兴 不过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金山办公 这个称为中国微卵 大家看一下 它的软体一进去的话 这个文书处理的软体 它的软体叫WPS 那里面有Word PPT Excel 这个很不像 非常像微卵 对不对 好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画面 如果经常在使用电脑的 观众朋友你可以看 画面的上半部是 金山办公的WPS 画面的下半部是 我们非常熟悉的微卵Office 你如果仔细来研究一下 会发现 不是同样吗 对啊 只是说微卵的Office 还多了一个什么 Outlook OneDrive Skype 多了这些功能 所以大家想说 这一定 每次我们想到 金山办公超微卵 对 你跟人Copy的嘛 那不是 微卵没去 台队给他够这个金山办公 对啊 为什么不够 其实大家误会大了 1992年的时候 其实比较早的是 金山办公的WPS 那时候电脑并不普及 它一年就可以卖3万套 在中国文书处理的市占率 是90%以上 到了1995年的话 Windows 95 这个微卵Office 要进到中国 一进去 怎么整个中国都是金山办公天下 那没办法 强龙不牙地头蛇 来来 我们两个瞧这个 我们相互的来一个合作 所以你这个作业两个相容 所以我打开了这个金山办公的WPS 就可以看到微卵的Office 所以老实讲 金山办公不是抄袭的 它本来就领先 但是微卵毕竟作业系统更流畅更多 后来真的过去十几年当中 这个微卵就洗减了中国的作业软体 但是现在WPS他们也蛮厉害 金山办公专注在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手机 所以现在用户越来越多 现在有1.11人 它的业绩也蒸蒸日上 我们回来讲华为和小米 华为推了折叠机之后秒杀 据说现在中国各大品牌都要推折叠机 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掀起华为Mac X之乱 它现在卖不够每三天配集一次 你有看过手机每三天配集一次吗 再看一个更夸张的 我刚查到的 居然有人说什么 他要卖他抢到的Mac X一台 用什么 大家要怎么跟他换 广州市区的一套房 深圳的也可以 这应该是乱讲的吧 我不相信 我刚查到这是真的 太夸张了 这个不可能 哪一套房换一只手机 所以 轰了嘛 轰了 轰了 假新闻 所以你就知道折叠机 现在在中国有多夯 现在大家更期待 小米 小米接下来的折叠手机 会长什么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像他们官方 折叠机 它折叠机是用直的 用横的 然后你会发现 它可以直接用双折 它可以双折 双折 然后就可以直接来 变比较小的手机 来做一个直接操控的方式 然后你如果觉得太小的话 你再把它打开来看 所以这个是真实的手机 它在把玩 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概念 是长什么样子 小米的这个折叠机的 一个概念 所以它现在已经有试用版了 它已经有试用版 它们官方在试用 那这个他们 这官方目前为止 这概念就会长这个样子 就等于说 比较真实的情况 旁边这个铰链 做得特别坚固 有没有 就怕它多折的情况之后 会有太多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这样可以让手机 变小小的 变小小的 打开又很大 那你说中国大陆 现在折叠机非常非常夯 那韩国和三星 跟日本的Sony 难道没有武器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 日本的Sony 最近在研发什么 折叠机过时了 它叫卷轴的 卷轴的手机 你看到没有 它旁边用卷的方式 螢幕上面就可以来动 可是这样又比较好吗 这个方式很炫 你拿这个东西 你看到的画面会歪歪的 它拿起来之后 变成直接一片 这样可以把螢幕 把它变大这样来看 甚至可以用切换的方式 那你要接电话之后 我想这样 把它卷起来 接电话又拿起来 可是这个就没办法 放在口袋了 男生 可是你不会觉得拿起来很炫 对 那当然它以后会做得更小 甚至于三星有 说真的我是觉得还好 我是不想拿 我是不想拿一个桶子 我觉得怪怪的 好 这是接下来 Sony的一个方向 Sony的卷轻概念 对 我们回到小敏的逆袭 各股怎么选 小敏的这个镜头供应商 是3630的星际科 那星际科的话 其实今年的获利是 EPS估计3块 比去年的亏损是改善 那这家公司 一年就只有一次行情 去年年底的时候 股价是这个 比较低的时候 再大涨 我们看去年的年底 一年只有一次行情 一年只做一次 对 一年一次 去年年底的时候 从这个地方 大概四五十块 涨到130幾块 所以今年还没做过 还没有 那后来 后来这一波就一路了 因为年初 那现在11月了 对 再不做美术 对 非常ульт 채 那怎么 peg 搞 experiences 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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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